一千零的獎金是會大多計算的 對不對 所以那個金額公司這次 真的是二抽分 而且這個是每個人 只要你有推薦希望會顧客 你都可以拿到的 那當然這個產品的話 我們有稍微試算了一下 你本來是拿785 最後你就可以拿到 因為公司調到50% 你就可以拿到2250 那所以在這邊 我們有試算了一個公司 跟各位分享 如果以一個新夥伴 他在加入的當月 他推薦八個顧客 並且成為新總監 在我們以前過去的制度裡面 他有一個顧客買了套裝 套裝的佣金是1250 那這個各位 他這個是用30算 我們是應該用33 所以不要用這個回頭去除 至少會再多一點點 我們兩個都是用30下去算的 那如果照過去的算法來算的話 他領的金額是4550 可是如果我們放上這一次 我們給大家的新的獎金制度 用50%來算的話 各位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可是他領的金額是多少 6750 多了2000多塊好不好 很好耶 對不對 那可是呢 當然也因應 因為我們有一個 把25%調成50%之後 請問 接從3月以後 我們還有套裝獎金嗎 沒有 對就沒有套裝獎金了 可是各位 你千千萬萬不要覺得 啊這樣子好可惜喔 你會覺得很可惜嗎 對我也一點都不覺得可惜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算算 你的清退顧客裡面有幾個買套裝 應該很少吧 不是那麼的多 10%算很多了啦 對不對 可是你每一個顧客 會不會都有第一個月的訂單 所以每一個月的第一個月訂單 公司都要不要給你50% 要啊 所以你相對其實各位 你相對公司發出去相對的錢 是多更多的 所以說公司有做這樣的調整之後 我們三月份以後就不再有套裝獎金 可是就會有人問說 那九恩啊 人家我的客人 3月1號到3月8號 已經買套裝了怎麼辦 各位怎麼辦 我跟你說 美樂家是當公司照發 我們1號到8號 以前 你們只要是有買套裝的人 我們照發套裝獎金 那當然當我們宣布之後 以後就沒有套裝獎金了 這樣子好不好 那也因應這樣子的調整 公司的套裝也做了一些的改變 從3月份以後 我們套裝剩兩套 之前是幾套 三套 三套嘛 現在就調整成兩套 這兩套呢 一套叫做新富足必備套裝 一套是新精選超值套裝 那這兩套的內容分別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套的新富足套裝呢 我們是從123點調整到150點 最重要的是各位他的折扣 從7折變62折更便宜了 那他的產品讓大家使用的更多 為什麼要讓大家可以用到這麼多的產品 因為各位一個新的經驗者 他要不要快速的使用公司的產品 不然他怎麼去跟人家做分享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給大家這一組富足必備套裝 讓他去產品使用的廣度 你可以看到裡面這個系列都是有的 讓他可以去使用更多的產品 增加他的虛定率 以及幫以利他自己未來的一個推廣 這是我們第一套的富足必備套裝 那第二套是什麼呢 第二套叫做超值精選套裝 那這一套套裝呢 就大家可以省很大了 一樣的金額但是點數提高 那就代表什麼 公司把折數又降低了對不對 所以原來是75折 我們現在降成68折 那當然其實最主要的目的還是一樣 我們希望讓一樣的價格 可是把品項增多 讓我們的夥伴可以用更多的品項 來協助他推廣我們那家的事業 所以從3月8號以後 我們就是這兩套的套裝 請問什麼樣的人要買這兩套的套 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這兩套的套裝 什麼樣的人 對 經驗者一定要買喔 可是各位顧客如果要買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我們很歡迎 因為有一些顧客他可能覺得 我買這樣子比較便宜啊 所以當然我們也很歡迎我們的顧客來吧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超 我們的精選操作套裝 跟我們的富足對備套裝 那這次其實很棒的是 除了這兩個套裝之外 行銷出來多組了10組 叫做什麼 各位看一下 美好生活套組 各位這個叫套組喔 剛剛那兩套才叫套裝喔 今天你只要買上面那兩套的套裝 我們才有